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整个乌兰茶部盟是特别大的 吉宁是乌兰茶部市政府的所在地 下面咱们就一块去转一转吉宁 乌兰茶部 中国的正北方 内蒙古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 但每当看到路标 总是会让游客心里犯嘀咕 这里到底是乌兰茶部市还是吉宁市 其实早在元朝的时候 因为这儿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在如今的吉宁区就建立了吉宁路 这个名字也有个美好的寓意 就是吉室安宁 当初的吉宁市是在1956年设立的 一直到2003年 彻蒙建市才更名乌兰茶部市和吉宁区 也就是说吉宁是乌兰茶部的首府所在地 乌兰茶部 海拔高 纬度高 年平均气温在4.3度 夏季平均气温只有18.8度 比北京 天津要低10度左右 再加上独特的湿地草原影响 这里的夏天是非常凉爽的 是名副其实的避暑胜地 吉宁分新城和老城 在吉宁新城道路整齐 高楼林立 但路上的车不多 缺少了一点人气 在老城区 新旧建筑的交织也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从空中俯瞰 最明显的就是吉宁战役纪念馆 现在也是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我们是一路从吉宁新区 然后现在来到老区 一路走过来 我感觉这个城市还是挺干净的 路上车还挺多的 但是行人倒是不多见 在这边有两大特点 第一呢就是停车特别方便 第二就是公厕特别多 我觉得这种便民设施 还是比较完善的 路边这些都是免费的停车位 车位呢也比较富裕 我们是在吉宁这边住了一天了 在我订酒店的时候 发现这边的酒店价格 普遍都还挺高的 现在呢我们就准备去老区 找个地方吃个饭 然后看看这边的物价 这是两份蒸饺 每一份有五个 一份是十块钱 皮蛋瘦肉粥是十二块钱一碗 我们两个人呢喝了两碗粥 然后要两份蒸饺 一共花了四十四块钱 还没吃饱 我觉得吉宁这儿的物价 确实是有点高 但是呢就凭这个停车位 还有公厕 我就要为吉宁点赞 真的解决了自驾游的很多问题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 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美风景 拜拜 拜拜